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管制图的简介 一般来说品质管制是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叫做允收抽样 什么叫做允收抽样呢 Acceptance Sampling 这个就是我们在假设检定的过程之中 我们是做的 生产了前后 我们做了一个整批的一个检定 如果不合格 我们就拒收拒绝它 如果说是合格 我们就整批接受 这就叫做允收抽样 那么这样的做法是比较被动的 那么我们比较主动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统计制程管制 这叫做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那么我们简称的 用的是三个字母的前面的 叫做s p c 那么做法是怎么做呢 就是在制程之中 我们进行的是解析管制 将它整合了之后 变成了一个一致的形状 一致的话呢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比较扁平 标准差比较大 所以它的弧线会比较扁平 我们希望要把它资料 要集中到中间来 这就是我们较为精密的做法 那么最后制程的改善 透过了一个这样的过程 将一些不好的资料 作为一个制程的改善 到了一个这个状况 我们就称为s p c 我们在s p c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需要去做了一个管制图 为什么要做管制图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监看制程 是否稳定 我们也可以利用管制图来显示 测定过程是不是偏离了统计状况 是否有失控 适时的提出警讯 不用等到全部都生产完毕之后 我们最后的话呢 才发现 哇我们的产品的话呢 大量的不良品会很多 管制的图上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上下线 上线我们叫它u c l 就是upper control limit 下线的话呢 叫做l lower control limit 这是一个上线一个下线 有了管制图 对于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业者来说的话呢 我们也会比较有信心 然后如果顾客看到我们的管制图 也对我们的这个管制的过程的话呢 产品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也会较具有信心 那么我们看看管制图一般来说是怎么状况 随机的波动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上线 下线 像这个情况 发生这种情况代表的是 这边超过了上线 那么显示我们这个制造的过程之中 可能会有问题 那么我们必须要 要小心的去处理这个状况 可能就要停工 或者检修机器 像这种状况的话呢 好好的状况突然下降 要回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怀疑这一部分是否受到了什么样的干扰 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段时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像这种情况 趋势一直往上 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注意 虽然还没有达到了一个危险状况 就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上线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也需要小心的处理 这边有可能会一直往上去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瑕疵 那么我们介绍常用的管制图 我们其实很常用的就是什么呢 X-Bar管制图 平均值 我们看平均值 然后上面下线的话呢 就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叫做三倍的标准差 如果有外部资料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外部限制 我们就用外部限制 那一般来说 我们习惯用的是三倍的标准差 那全距是利用这个 把所有的这个全距是差距的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了解我们的分散局势 那我们称为R管制图 那么我们来看看X-Bar管制图是什么状况 X-Bar管制图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μ 这是我们的中心线 上下三个标准差 就是六标准差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希望它呢 都在我们的管制中 如果说是超过了 那就是我们达到了一个 就是支撑过程的话呢 可能失去了管制 那么三倍的标准差 它是基本上来说 它是出去的机会非常的小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的几率了 X-Bar管制图大概就是这样子做 我们这个单元 其实大概的就介绍了一下 品质管制的管制图的一个 大概的观念 那么整体来说 管制图其实有两种 一个叫计量的 一个叫做计数的两种 像刚才我们介绍的 X-Bar跟R管制图 这些都是属于计量的型的 那么计数型的还有什么呢 有这个叫做P管制图 P指的是几率 不良品的几率 也就是所谓的不良项目的比例 那么也有C管制图 它是在监控每一个单位 不良品的个数 这就是我们常常用的品质管制图 那么如果各位同学 对这一部分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参考专门的 这个品质管制的相关课程 特别酷说